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港鐵就每天大家都回答 但港鐵在不夠一個月之內 就再發生事故 令到服務嚴重瘦了 昨天早上8時半 我們也有說了 將軍澳線一列往北方向的列車 駛進去將軍澳站前 兩卡的車廂接駁位 就有機件故障 觸發了安全防護裝置 制停列車及發出警號 1,500名乘客都受到影響 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接下來怎樣跟進呢 我們請來一位嘉賓 就是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曾經在港鐵任職過 亦是工程師 早安 張議員 早安 張欣宇你也是工程師 都了解尤其鐵路的運作 近來又甩完門金 昨天又在將軍澳 一個月不夠 官方就說不是脫卡 你怎樣評論港鐵的回應呢 我看回他的記者會 他又沒有說不是脫卡 他就不正面回應 是一個連接位的故障 連接位的故障都可以是脫卡 不如我們這樣說 通常我們說脫卡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兩卡之間的連接位是鬆脫了或斷了 昨天的情況都很明顯看到 兩卡之間的連接位是完全扯開了 這個一定是 都可以肯定是符合我們通常所說脫卡的定義 不過他可能就選擇不用這個字眼 那脫卡的情況是甚麼情況會發生呢 過去算不算是罕有的一個意外呢 應該這樣說 就是脫卡的情況 如果英文就叫train divided 這種情況在跟列車有關的故障當中 基本上是最嚴重的一種故障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車卡和車家之間 在這個行駛過程中是脫開了的話 其實對那個附近的乘客是極之危險的 是罕有的 因為其實以香港來說 應該是1993年4月27號才發生過 當時的地鐵公司在荃灣線發生過 那時他們聲稱是全世界首宗 之後我就找不到其他記錄 是還有類似的事故發生過 昨天他說制動系統即時生效到 令到列車停止運作 那算不算是安全系統 令到車廂沒有真的脫離好像科幻片一樣 這就是當年1993年事故之後的一個改進的措施 就是加了一個警暴器 以及將這個警暴和安全系統掛在一起 變成如果警暴響了 就是那個車就會即時感激制動 那昨天就似乎這個機制發揮了作用 令到那個影響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你想看回現在這個事件如何跟進呢 因為一個月之內有兩次都頗嚴重的事故 其實這些跟地鐵方面 那個人手管理上會不會都有一些關係呢 是的 其實本身這些嚴重事故 他有一套標準的做法 就是港鐵自己要做一個內部調查 他內部調查都要找一些 可能一些外面的專家去參加 但是我反而的擔憂就是正義主持所說 在這麼短的時間 其實除了尤馬地的事件 其實今年年內都有不同的 一些很關鍵的鐵路系統 例如信號系統等等 其實都出現了很嚴重的事故 之前的那條馬線 都出現了停滯很長一段時間 這些事故是不是還是個別的單一事件呢 還是說其實它整個資產管理維修安排那裡 出現了一些系統性的風險 開始發現出來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我們很嚴肅地去檢討的 昨天看到港鐵那個新聞公告 都說除了對普通正常對事故的專項調查 它都說要做一個全面檢討它的資產管理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做的 剛才你說到資產管理 是不是都是說列車信號系統 或者一些設備管理呢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都看到 港鐵很多列車都仍然在用舊信號的系統 都用了二十年有多的了 其實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呢 資產管理當然就全面 就是由車、基建、信號等等方面 整盤去看的 當然就包括維修的指引 也都包括維修的人手 還有維修的理念 這個就是現在做一個檢討 我自己在最近真的不斷收到港鐵前線同事 有寫信給我、留言給我 都說他們對這個前線人手的短缺的情況 是很不滿和是覺得很大問題 我都跟港鐵和基建工程署表達了 這個應該都是他們重點去調查的 或者檢討的方向 那看回其實脫門事件到現在脫卡 脫門的時候就說那些車廂 使用了幾十年 其實都打算換的了 整個車廂 那現在這次張光路線 你所知的選用型號 其實相對地是不是新呢 不是沒有去到上一次的脫門事件 那些車廂用了那麼久呢 是的 我想這裡首先要澄清一點點 就是上一次的脫門事件 脫門是一個結果來的 其實原因就不是那輛車 原因是那輛車出軌 所以如果你就算 剛巧那輛是英制的舊款列車 就算其他地方的列車 或者是一輛新車 遇到這樣的出軌的情況 其實都有機會是會脫門 或者是有其他損傷的 所以上次那宗事故就未必跟車有關係 但是今次那宗事故 跟車有關係的機會就大很多 那這輛車其實都是用了二十年左右 就是韓國生產的 那我們通常叫它K-Train 那其實這輛車在大約二十年的一個階段來說 再加上其實我知道 其實不斷都有做一些改善工程 那其實反而是剛剛應該是處於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因為其實那些小問題 或者是一些種種的故障 其實都在過去這十幾年 都已經是改變了 其實已經浮現了 還是改變了 所以今次的情況真是都罕有的 為何會出現一個這麼嚴重的一個故障 都是要認真去看看 昨天事發之後 在車廂裡乘客都要逃生 其中部分乘客就剛剛在那個事發的卡位 有些人說說大家不要踩下去了 好像一塊布一樣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 那個卡真的啟動了安全機制停了 要逃生的時候 在那個接駁口是應該怎麼處理呢 直接不要走過去 還是經過的時候應該是甚麼 又或者是怎樣安全疏散 安全地離開那個事發的位置 其實技術上來說 你看到那些不是好運 看上去都知道不穩定的地方 當然不要踩上去 盡量跨過去 我知道昨天幸運地 在車上都有鐵路警區的警員 剛巧在巡邏的 是巡邪的 他們應該都是 我聽警方的那個匯報 都是說他們第一時間去到那個位 去協助乘客 也有些港鐵職員在那裡協助乘客 最後其實我也看到一些照片 那些乘客都懂得踩跨過去 那個連接的位置 這個做法相對比較合理和安全的 你自己看監管鐵路上面的指引 現在夠不夠透明化呢 需不需要再透明化一些 另外就是政府對於整體鐵路路的路化程度 畢竟港鐵其實都通車做了一段可長的時間 對於鐵路路化程度 一些資料方面的掌握 其實有足不足夠呢 立法會方面怎樣跟進呢 我自己就覺得政府監管部門 現在對港鐵的營運的情況 尤其它一些服務指標的掌握 是真的可以再改革和加強的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都是主要在用一些 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定下的指標 但是去到今天其實那些很多都過了時 或者是它每一年都已經是 大家可能聽過99.9%這樣 一個指標如果每一年都不變的話 其實它就已經沒有了那個意義 所以接下來其實應該要全面去檢討 有些什麼新的或者是更加符合 現在香港鐵路的那個狀況的一些表現指標 還有我都認為其實關於很多港鐵的事故 現在那個資料的透明化和那個公開度是不夠的 其實很多時候港鐵交了報告給基建管理署 那我們就看不到了 那麼我覺得其實都應該是朝著那個更加透明和公開的方向去盡力改革 那麼這個改革方向 會不會在立法會上用什麼形式去更盡 會不會就著連接連的事件去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去調查港鐵的營運的狀況呢 我想幾個方面 一方面我們在鐵路小組 我昨天都留意到我們的主席 都說可能會加開會議 這樣去特別跟進的 另一方面我都準備著和那些同事準備著 可能會用議員議案的方式去對這件事情 有一個詳細的討論 當然你說去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去全面檢討港鐵的事故 和管理的體系 這個都有待跟政府去做一個討論的 看看他們 首先等他內部調查的報告出來之後 看看他找到的成因和大家是否認同他找到的一些結果 有什麼重點其實是接下來會跟進的呢 重點其實我會看回最關鍵的都是人手問題 因為我覺得人手問題包括我自己的經驗 長期人手短缺 你總會有很多小問題 重點操作變成大問題 另外就是關於監管的透明度和剛才所說的有效度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再用一些每一年都不變的指標去監管它的服務 這個根本看不出哪一年做得好哪一年做得差的 我想這兩大方面是會去跟進的 好 今早我們先跟張欣宇議員談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分析 希望你們再監察著整體鐵路方面的運作 因為這個鐵路系統的安全對於我們來說都很重要 不想抹黑走隧道 謝謝張欣宇議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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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